我有把一些相關的重點畫面放在底下做個說明 像比如說剛剛那個Ctrl加F 然後去找這個標籤 那你就知道這個網頁裡面有幾個表格 這一招 不過這一招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這一招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簡單又不容易錯 OK 這個靈感也是從那個錄製去其他那個 它裡面其實query table 我想query table 我意思說找那個網頁裡面有幾個表格 那其實你用這個方法也OK 因為主要我們要找的就是網頁裡面有幾個表格的標籤 所以用這個方法Ctrl F 然後放這個 那因為我可以找到裡面就只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的話 那我就刮狐鈴就可以了 所以有同學說老師為什麼要刮狐鈴 那以後如果說你要的表格 它不是只有一個 可能有兩個、三個、四個、五個的話 沒關係你就知道比如說它第五個 那你就刮狐鈴就好了 意思說你就是要抓那個 這個網頁裡面的第五個表格 幫我抓下來 那表格裡面一定的結構 一定就是TR TR的話一定是列 反正一定我們是先抓TR TR就是有幾列 而且再抓它裡面有幾個TD 理論上是TD 比較少用TH 不過因為剛好這個中央氣象局它用TH 那我們只好見招拆招了 OK 不然的話理論上如果用TD的話就比較好解決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跟各位說 另外的話其實如果你要延伸性的學習的話 你可以再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 第五個單元 下載那個Yahoo股市 那下載Yahoo股市的話這邊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那我這邊有一個顯示啦 就是說 如果從Web功能下載 就是我們用那個錄製去期的方法 出來的結果會這樣 亂碼 這個Yahoo股市資料的話 你們其實可以Google一下 Yahoo股市資料 這個網址就這個啦 或者你們可以Google一下那個什麼呢 Yahoo股市 這個 這個網址 Yahoo嘛 你知道Yahoo官網 然後找到那個什麼 當日行情 當日行情裡面的水泥個股 我看他應該沒有改版 好那這裡面資料 好像有改版了 會不會現在抓又出現狀況 所以最麻煩的地方是 抓取別人的網頁 好那如果像這個資料呢 我要把它抓到我的 這個 Excel裡面的話 那 第一個一樣吧 之前的做法是什麼 把這個網址抓下來 然後呢 用那個什麼呢 從Web的方式 以前的方式是從Web 但是這個方法的話 你們其實後面也可以再開一個 新的工作表 有沒有 這邊有資料 從Web 然後把那個網址貼上 倒一下 那理論上 這邊會出現錯誤 這個一般按四就可以了 這個是JavaScript的錯誤 那比如說這個網頁裡面的什麼地方 比如說我想要抓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當日行情的 看起來好像它這個網頁 好像有改版 那理論上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 但你會發現這個好像會 如果用從Web 好像會出一點問題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換成IE物件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也許各位也是 也許可以試試看 那用的方法 跟剛剛差不多 第一個 你先講 選取 這個地方檢查一下 檢查看看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檢查 檢查的結果 我們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 它的底下 這個區塊 這個是我們要的 展開 DIV 展開 這個區塊 這個不是 集比 下面這個 這個DIV 有沒有Table 有一個DIV 展開 再展開 DIV 它裡面都是DI 我看一下 Ctrl F 然後一樣尋找什麼 小於Table 看一下 這個Table 這一個區塊 有沒有 這個是Table 這個展開 這個 這個區塊 這個應該不是 下一個 所以 Yahoo 股市 那可能會有問題 因為它這個 好像改版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它刻意 我在想說 它可能刻意 TR 這上面的搜尋列 下一個 它可能要避免 人家抓取它的資料 所以 所以Yahoo 股市 它知道說 你可能會用這個方法抓 不過 它應該放在這個 UL Li 所以它現在 知道說 現在我們要抓它的資料 所以它又改了 改了一個規則 不過 即便它怎麼改 我們還是可以有機可尋 雖然它不是Table 但是它基本上是放在哪裡 放在一個UL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規則可以改成UL 然後 然後呢 後面我要抓的資料 是放在這個UL裡面的LI 這個LI裡面 也有這些資料 它放了規則 只要能夠把它的規則 離出來 其實 裡面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把它抓取下來 那這個Yahoo股市 可能規則又不太一樣 它應該是最近才改版的 因為我最近才試過 應該是OK的 它這個可能 又改了 不過改了可能要重新再想一套方法 去把這個資料給抓取下來 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還有這個 其他的部分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看 其他還有像什麼 抓那個像台材的官網啊 等等的 其實也可以透過類似的方式來完成 好 那所以剛剛我們把它亂完之後的話 最後各位可以看到 結果的話 可以下載這個資料 當然我做一個按鈕 我把它亂一下 基本上 最後可以看到 它一樣跳出來 然後呢 一樣把資料 下載到我們的 這個地方 並且把資料給 打開 那資料呢 找到之後 幫我下載到Excel 然後呢 這資料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但是呢 另外有一個部分 請各位注意一下 其實最後呢 你可以把那個什麼呢 IE.visible等於1有沒有 其實甚至最後 你可以把這一行給 給關閉啦 前面加個單以後就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理論上 將來你在run的時候 其實 基本上是不需要看到 IE軟體啦 那我們之所以要看到 因為我要讓各位知道 其實它是有在運行的 OK 所以將來呢 你在run的時候 這一行是可以把它關閉的 OK 關閉的話呢 再把它run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有沒有 它不會打開 但是它會在背後運行 資料一樣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有沒有 按一下下 就可以馬上把資料 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按一下 有沒有 資料就下載下來了 OK 稍微有點慢 主要是在那個 我們有個 Application點位置 讓它停一下 停5秒鐘 OK 其他的話 我還有什麼 把底下的這兩個 這兩個 這個什麼 就是 調整 刪除最後兩欄 有沒有 然後呢 調整寬度 再加一下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所以也就是說呢 我們那個氣溫的部分呢 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沒問題 可是呢 接下來的話 另外有個變化題 什麼變化題 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 除了要下載氣溫之外 還有一個 就是 我們之前的組合圖 除了氣溫之外 還需要降雨量 OK 所以我要怎麼樣把它切到降雨量 那你想說很簡單 老師不是這樣嗎 就是氣溫點一下 再點一下降雨量 然後呢 降雨量就出來了 可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程式 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你點擊了降雨量之後 上面的網址 它並沒有改變 意思就是什麼呢 它其實 是在同一個網頁裡面 只是說呢 它做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 切換這一個 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 而且下拉清單的話 它有第幾個位置 好像這個 降雨量 這個應該是 氣溫應該是放在第幾個 1 2 3 4 5 第6個 7 8 9 第10個 也就是說 它的位置不一樣 就可以變動它裡面的資料 但問題來了 可是我如果用剛剛的IE的那個 剛剛的範本來做的話 那一定還是抓到氣溫 就抓不到降雨量 除非呢 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 抓資料之前怎麼樣 多做一件事情 可以讓這個清單 可以讓它動一下 有沒有 以前的話 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必須用滑鼠去點 但問題來了 滑鼠去點 可是我如果寫程式的話 總不可能說我停一下 然後我就偷偷點一下 然後再去做有沒有可能 其實是可以的喔 我們偷偷試一下看看 看看是不是 那如果說你假設 我們來做一下 看看能不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不用寫程式 如果不行 你就要想辦法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地方 可以把Visible再打開好了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讓它先停在哪裡 停在這個位置這裡 比如說中斷點 那我可以偷偷點 因為我如果當它載進來之後 有沒有 在這裡好了 就讓它停5秒鐘這邊 然後讓它執行 看一下 執行看到了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 它已經載進來了 有沒有 載進來 但問題是它現在載進來的資料是什麼 氣溫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偷偷的點它一下 點成這樣一樣 變動對不對 OK 變成這樣一樣 然後呢 等它變動之後的話 我再讓它去抓 這時候的話 會不會就抓到降雨量 試試看 執行 關掉了 看一下 這是會是降雨量 對耶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 看一下 它就是105 這個數字應該都是 有沒有 105 那沒錯 所以 以後的話 假如說了 你不會寫那個程式 但是你又要抓到 下拉清單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金融的相關網頁蠻多的 它一定要讓你先下拉清單 讓它先 點選之後呢 它才會有新的資料 那你才能去抓 如果啦 假如你不會寫那個程式的話 你就可以用我剛剛講這一招 降雨量 可是問題來了 你總不可能說每一次都來 來那麼一次 而且如果你的資料量很多 假如說你的清單很多 你總不可能每次停一下 然後就再抓 那不是等於 當然還是比突發煉剛快一點 可是好像 有點這個事情 只有做一半而已 所以喔 假如說呢 我們可以把剛剛的那個動作 也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程式的話 哇 那這個問題就好解決了 可是問題喔 要能夠怎麼樣寫這個程式 基本上喔 會不會很困難的 其實是有點困難 因為網路上要找到相關的 這個程式也是非常的少 然後即便有喔 也很難理解 後來我發現喔 其實就是要再寫多五行程式 這五行程式的話喔 有兩行程式就是 要做我們剛剛的第一個 就是點選這個下拉清單這個 就兩行程式要變動什麼 變動它的位置 把第六個位置改成第十個位置 但是你變動之後的話喔 還要讓它去觸發它的動 因為你點了之後喔 在程式裡面它不會 像我們在點選 點一下的 Click的動作有沒有 那你變成你要用程式去觸發 所以就兩行程式要觸發 然後有一行就要去做這件事 那至於怎麼做喔 我們待會再來看喔 這個降雨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降雨量的話 當然喔 如果你不用程式部分的話 那你就是什麼 用中段點 然後停一下 讓它可以什麼 偷偷的去點它 像剛剛這樣 偷偷點一下 降雨量 有沒有 它變動了 然後再去抓 這個都抓到就會是降雨量了 OK 這好像也是一個解法 但如果你不想這樣做的話 其實最重要喔 就有五行程式 這五行程式在哪裡啦 請跟各位講一下 往下捲動 請各位看一下 一 就是 這五行程式 放哪裡呢 就放在 application點位置的地方 有沒有 剛剛我們不是有設一個中段點 就這五行程式 程式怎麼寫喔 這邊注意喔 請你把什麼 剛剛的這一段 這些程式 這一段 頭是sub 尾巴到哪裡 and sub Ctrl-C有沒有 然後貼過來 Ctrl-V 貼到底下 把他改名稱 改成叫什麼 下載降雨量 OK 那裡面的話 當然程式都一樣喔 接下來的話 最重要是在 application點位置 等待的這個下面 因為等待是說 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讓他可以work 讓他可以切換動作喔 那切的話 其實就這五行啦 所以以後 你們 其實可以把這五行當範圍 因為其實真的有點難啦 OK 只是說呢 至少你要了解 到底這五行是寫什麼 那跟各位講喔 前面的兩行喔 是指的是什麼呢 讓他去變動他的index 那所謂的index就是喔 我們剛剛的這個位置 這個 這個第六個嘛 這是第十個 但是問題喔 他的index 他的所謂是從0開始 0開始 所以喔 我們算大概這邊是第十啦 1到10嘛 可是如果從0開始的話 那這應該多少 應該是9嘛 OK 所以喔 意思是說喔 我把他的index 從來本來是5 本來這個是5啦 這應該是第六個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9 這個動作 那程式喔 對應的喔 就是這兩行 所以喔 這兩行也是 找了很久 OK 好 就是呢 一樣喔 set 增加一個物件 然後呢 用前面的話是 get 去尋找那個element element是元素 by什麼呢 id 特別是id喔 前面是什麼 tagname有沒有 這邊是id喔 也就是說啦 我們要尋找 這個網頁上面的相關資料 除了可以用名稱之外 也可以用id 那你想說老師 為什麼不用tagname 因為可能裡面有很多的清單 不只一個的話 那你可能會找不到這個 那怎麼知道他的id喔 其實可以這樣 一樣嘛 把郵標 按這個地方 前選的前面 或者這邊按右鍵 檢查一下 檢查之後的話 他會停在哪裡 停在他現在標籤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id就會顯示出來 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就跟你講說 喔 這個的id喔 它叫做 slate 它的標籤啦 當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bytagname 但是就是要用slate 或者另外一個叫 bytagid 有沒有 id 等於這個名稱 欸 那我就找到它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把id 我們用id的方式 id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item 所以把這個名稱複製 貼到這個id的後面 幫我找一下這個id喔 第一個 我找到了 接下來的話 我要變動它的index 所以你會把這個 找到的 這個元素 就是它叫item 然後呢 這物件 用一個方法 變更它的那個選取的index 那就是什麼 slate的index 意思是它 所影值 把它從那個 這本來是第六個嘛 這五啦 把它改成9 OK 這個9的數字也是算出來的 所以將來你就用算 它是第幾個啦 OK 那接下來的話 所以喔 我已經把它的所影值變動了 但是問題它 現在還沒有觸發 也就有點像 我已經把它捲動了 它清單出來了 換了 但問題要怎麼讓它可以變動 主要是靠底下這三行 那裡面的話 因為我們之前是用滑鼠優標點 但是如果說你不是用滑鼠優標點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IE裡面也叫create event Event的話就事件 有點像 滑鼠優標點 跟鍵盤打字 這些都是事件 那裡面有一個叫html events 我要增加一個事件喔 那那個事件的話 就叫做change 然後後面帶兩個參數啦 反正這個True跟False 這個大概固定打一下喔 然後最後的話呢 用一個方法叫 Dispunch event 把這個事件呢 放到這邊來 那這個動作啦 基本上就是 讓它可以去work OK 主要就是這五行 OK 上面兩行的話 是變更它的清單 下面三行的話呢 就是讓它可以work一下 OK 那基本上喔 這些很多都固定的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它拿來當套一個範本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要來試試看 到底能不能work OK 如果不能work的話 那講再多也是多餘的喔 所以這個 可能要再run一下 看看 OK 這個把它關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是會設個中段 再去抓 那現在的話呢 如果我不設中段 能不能把資料抓下來 我們來跑一下 基本上我還是 這邊設個中段點好了 這樣來看 這樣來看 Visible 等於True 打開囉 OK 那我現在呢 不像剛剛我這邊 用自己點的 我現在呢 就是 氣溫喔 讓它run一下 然後呢 我讓它怎麼樣 往下喔 這個的話 等五秒鐘 等五秒 然後你會發現喔 現在的話呢 我執行這一行 slate index等於9 有沒有發現 只要執行這一行 這邊就變成降雨量了 那也就是說喔 以後呢 只要你網頁上 其實還蠻多 那網頁喔 它一定要捲一下 才換下一個 捲一下換下一個 那很多同學喔 用之前的方法喔 就變成說呢 沒辦法抓到資料 那如果說你用這個方法 你就捲一下 所以其實還蠻多金融的 網頁都這樣喔 捲一下換下一個 比如拿一檔股票嘛 捲一下 換下一個 捲一下換下一個 那你就可以怎樣 捲一下換下 就這樣喔 OK 就這個 叫slate index 然後呢 底下就是把它 可是你會發現 目前這個有變動 但是下面的資料呢 它並沒有改變 有沒有 它只有捲動這個 那下面資料如果要變動的話呢 那就靠底下這三行 所以這個地方有沒有 建一個event 事件讓它change一下 所以關鍵的地方喔 這個地方 觸發這個事件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看底下的資料 有沒有 所以喔 當這一行執行的時候 底下的資料喔 才會變動 像淡水有沒有 這個時候才會變降雨量 所以關鍵的是 這一行 這第一個 改變這裡 這個是第二個 讓它去執行這個事件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其實 以後還蠻多的 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那如果在那個python裡面喔 也是一樣會有問題 在python裡面呢 可能要用selinear 就是另外有一個 喔 用selinear其實很麻煩的 但是在 用IE物件我覺得 甚至比python裡面的那個 selinear還簡單一些啦 我覺得 而且你不需要裝 像selinear要裝很多 有的煤的東西啦 但現在這個地方 完全不需要 所以相對起來 我覺得 還是比較簡單一點點啦 OK喔 好那底下的話 都不用改了 所以喔 把它直接全部執行 就下來了 所以啦 甚至喔 你們也可以喔 做個變化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所以最好可以做個變化的 像這邊不是 第一個是日照時速 第二個是最低氣溫 第三個是什麼 最低氣溫 小於等於10 它每一個每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要寫一個練習 只要有一個 我就放一個工作表 寫一個 就放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有沒有 欸 那以前的話怎麼做 點了一下有沒有 然後複製 貼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 換下一個 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切第二個 然後再複製再貼 那如果你今天不希望這樣做的話 那你要怎麼寫這個程式嗎 OK 就可以用剛剛的五行喔 那關鍵地方喔 當然可能要跑個回圈喔 回圈就是動態去變更這個數量 然後呢 讓它每跑一次 讓它Change一下 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把資料放下去 那不就可以達到啦 不過這個可能是延伸練習 你如果有時間的同學喔 欸 不妨可以試試看 當然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氣溫跟降雨量 所以降雨量也抓下來了 那氣溫跟降雨量都抓下來之後的話 那其實喔 離那個我們要做的那個 動態的全部的組合圖喔 就越來越近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不然的話喔 你要做完這件事 如果不會就土法煉鋼嘛 但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次 每天下班前就要做一次這樣 同樣的報表 那你不如乾脆寫個程式就好了 對不對 你本來一整天的事情 你就一個按鍵按下去就解決了 OK 試試看喔 那我剛剛的程式是放在第幾頁呢 第15頁的地方 試試看喔